4月11號來自重慶各區縣的訪民 唐雲書、薇文遠、冉崇碧、陳茗玉、陸永芳等30多人 在重慶市政府信訪辦門口 舉行現場維權的事實行動 這些訪民各種案例都有 主要是土地房屋被政府強徵強拆 本人或家人遭政府打擊報復、判刑甚至殺害等 我覺得什麼事情都無法去解決問題 都是解決不到位於 跟你施壓呀、跟家人施壓呀、跟那個孩子施壓呀 孩子也受到很大的傷害和家人受到很大的傷害 沒解決嘛,還是想希望政府是立法解決嘛 18大、19大習總書記說 立法治國、立法行政 去年我都去到二分四了 反正之前我的一個問題也沒解決 立法官員問兩次 兩次都打擊報說,打我 唐雲書是重慶市南岸區訪民 因丈夫離奇死亡 兩處房產被強拆等問題而長期上網 2017年3月 他被從北京綁架回原籍 積壓317天 期間遭刑訓逼供8個昼夜 2018年9月他再度被綁架 判刑一年7個月 於今年4月3號出獄 打擊報復,那次被判刑一定7個月 剛出來,循刑知識罪 所有我們重慶基督都是判刑的 基督就是670%就是防護財產牆的 參加這次行動的重慶訪民 冉崇碧向大紀元表示 他在監獄期間曾多次被電擊 並幾天幾夜不讓睡覺 在看守所期間 也曾被帶15斤重腳料長達幾個月 他說當局越是打壓訪民 他越堅強會堅持到最後 冉崇碧2008年在廣東東莞市打工期間 他年僅4歲的女兒被性侵 由於認為法院對性侵者判決過輕 他於09年開始了上訪維權之路 維權網稱 這次逝施行動拉響了維權集結號 冉崇碧表示 群體維權是為了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不抱團的話 可能會被當局弄到沒人的地方謀殺 前幾年 丟河裡的、下毒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抱團 清台人記者長春、陳傑、柏妮採訪報導